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雷拉跟老公唐宇上个月被爆出吸食大妈 遭到警方逮捕当下一度否认 隔日才透过影片道歉坦言自己说谎了 愿意接受外界批评 但唯一要求是希望大家放过家人 引发网友两极反应 如今事隔一个月 夫妻俩偶尔在社群分享生活中的日常 雷拉近日发文透露 因为食欲不好 目前已经瘦了8公斤 自嘲忧郁就是最好的减肥方式 公开了自己低潮的近况 不过13日她更新现实动态 是分享老公唐宇做的糗事 引发网友们爆笑 雷拉先是以黑底白字发文 吐槽有个天兵 把钱包放在车顶然后就出门 接着她公开监视器画面 只见车子载着钱包出了停车场 结果汤雨半路才发现 在快速道路上趁着红灯 附近没有车的时候开了双闪 赶快下车键回来 才结束这场惊魂插曲 小两口又开始分享日常 网友们也希望他们能慢慢步上正轨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